各位光明虔诚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邱家军 今天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居民小区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期节目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小区周边居住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一看镜头 周边都是居民的房屋 中间是一个游泳池 我们在镜头远处稍微看到的是 一些美国人他们在一起 做在一起呢 想搞一个party 这边是做 这个什么 近一点做烧烤的 大家都看得比较 比较清楚 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情形 我今天给大家谈什么内容呢 主要是要谈美国的 美国公民的 美国居民的社区生活 他们的社区生活呢 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的 这个叫community意思 community就是我们所讲的社区 当然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叫教区 也可以指一个学校 大家看过 特尔科威尔论美国的民主 这本书里面呢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美国的 它的这个社会政治发展 或者我们叫这个制度架构 实际上是起源于 美国公民 他们的社区里面的这个生活 那么这个生活呢 就是以这个几家几户为中心 刚才我们看到周边的那个房子呢 它是居住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 那么美国有很多很多地方呢 这个居民的这个住房 都非常的稀疏 就是你开车 特别是到那个中西部的一些州 开车去看的话呢 大概很远才能够看到这个 另外一家 以这一家与那一家之间呢 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对来说都比较远 那么这种社区生活呢 实际上是来自于 元初 来到美国的一些这个基督教 基督徒 特别是这个新教教徒 他们呢 从这个 宗祖国 从母国带来的 这个教会生活的 这么一种 一种方式 那么很多 宗教界的这个人士 特别是这个基督教 他们呢 往往 礼拜天 有的是礼拜六 到这个教会去 大家呢 过集体的生活 比如说这个 最主要的包括 那个 吃圣餐 传递圣餐 就是 吃饼啊 或者是喝这个什么 喝水啊 有的是这个酒 特别是红葡萄酒 包括这个传道 还有呢 这个做见证的分享 还有呢 这个上帝事故 上帝事故呢 就是大家一块 来学习分享 圣经和这个有关圣经的 这个某一个部分 啊 比如说 我昨天去的一个 那个上帝事故 就发现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教会 特别是礼拜天 当这个弟兄姐妹 就在一起的时候呢 大家都感觉到非常愉悦 啊 之间 共同 来分享 一些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 大家呢 互相了解 弟兄姐妹的一些这个生活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困难啊 有什么这个活动啊 有什么这个party 比如说今天我们刚才镜头远处呢 看到的这个要举办的一个一个小party 大家呢 就来说一说啊 比如说哪个家庭愿意邀请一些人士 到他这个家里到他的社区 来参加一些这个聚会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边的这个居住啊 它是一个四周都是房子 中间呢有一个游泳池 远处呢是几个美国人啊 这边呢 大家看一看有那个烧烤炉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bass room 等一些公共设施啊 非常漂亮啊 那么如果啊 你有这么一个机会 愿意给弟兄姐妹一块呢 吃个烧烤啊 或者是聚会啊 这个乐一乐啊 那么一般来说 大家这样有时间都会参加啊 比如说这个不会拒绝啊 这种这个教会或者是教区的这个信众啊 大家一块活动啊 互相帮助互相了解的这个精神呢 实际上就是美国民主啊 它的这个成长的基础 我们知道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的民主呢 它实际上是起源于这个新英格兰的市政 那么新英格兰的市政呢大家知道它主要是以一些基督徒为主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些基督徒呢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聚会和生活 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啊 弟兄姐妹呢会向见面介绍对方 并且呢有什么疾苦也可以分享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大家呢都愿意提供一些帮助 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 这个美国的男士啊 特别是这个成年男子啊 都是西装革履 那么女性呢大部分都是比如说穿裙子啊 或者什么打扮得干干净净啊 在教会里面呢 就是说那个弟兄姐妹非常团结 非常恩爱 那么与中国的这个教会相比 比如说中国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华人教会相比呢 美国人穿的呢就比较正式一些 大家知道这个Sunday就是这个礼拜天 在这个西方文化当中 英美文化当中特别是 他被称为一个这个礼拜的第一天 第一天呢就是用来礼拜上帝的 就是用来这个感恩上帝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为接下来一个礼拜 后面的这个几天的工作和生活呢 提供一些这个 进行祷告和提供一些这个精神的这个资助 那么在上帝世故的时候呢 我刚才提到 人们的共同学习圣经 或者这个有关圣经的一些这个话语 我们在上帝世故就看得非常清楚 特别是美国的教会 它呢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 各种各样不同人事的服务 你比如说我昨天去的那个教会 那么有人呢讲西班牙语 因为那个上帝世故的这个领导者呢 就是上课的在黑板上写东西呢 写的是英语 那么讲西班牙语不懂英语的怎么办呢 他就会有那个专门的英语的翻译 就是比如说你哪怕是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 那就紧接着跟着他呢 有一个这个讲 有一个把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这么一个翻译 这是一 就是语言上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身体有诸多不变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有些弟兄姐妹啊 他坐在轮椅来 轮椅呢就专门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呢 就推着这个人的这个轮椅 还有的人呢 比如说我昨天看到的 有一位是这个聋哑的这个女士 她呢 还有一个人专门给他用那个手势语 我也不会笔画 这样呢给他这个翻译 所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 都感受到了这个 耶稣基督的这个温暖 那么 弟兄姐妹在一块探讨问题 分享圣经 分享这个神的话语 主的话语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在一个非常融洽的氛围当中啊 非常那个理性的氛围当中呢 进行那个探讨 非常愉悦 那么如果对比起来 我们中国人 特别是华人在美国开的教会呢 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 很多华人教会 包括 包括 引领者 还有一些这个 小的团契的 这个引领者 他们往往呢 会就一些问题 正在这个面红而尺 大概呢 在于我们这个中国文化 长期的影响有关系 我们中国人呢 他还没有构建成一个 那个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 这么一个文化氛围 特别是 这个以 文明理性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冲突 像这种语言暴力 就算以这个不文明不礼貌的 这个语言 来说话呢 也可能是我们中国人 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很多中国人的典型特征 那么你也对比一下美国的教会 比如说他的弟兄姐妹 那么在给别人讲话的时候 不管年龄大小 这个非常小的小孩 Young young brother 这个 young young sister 那么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亲切的教育 你的名字 然后呢 在这个什么 please 什么这个 有些thank you 有些excuse me excuse me 等等 这些用语呢 都放在前面 非常清楚 刚才提到这个教会 它提供了一个 实际上社区里面 我觉得呢 公民守望相助的 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德国社会学家 腾尼斯 所写的那个 什么是社区 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 这个一帮人 守望相助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团契 有的呢 叫小组 有的叫小排 那么另外 不管我们看那个教会 它除了这个主日礼拜之后呢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比如说 有这个弟兄之间 都是弟兄 就是这个男士 特别是成年男子 他们的这个活动 那么弟兄之间呢 就是分享 比如说工作上的这个 欢乐和苦恼 做一些这个见证 家庭上的一些问题 那么弟兄与弟兄之间呢 他们讲几话呢 相对来说 就是都知道男人之间的这个担当和疾苦 那么有姐妹 特别是这个成年的这个妇女 姐妹 他们之间的这个活动 他们的分享 当然我们就参加过 就是知道有这个活动 还有呢 有各种各样的孩子的 你比如说 有六岁以下的小孩 那有一些 像我们中国人讲 有一些阿姨 领着这些孩子 做游戏 唱赞美 吃一些小甜点 有六到十二岁的 那么就是这些小孩子呢 他叫什么 Young Young Brother and Sister 那么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在一起活动 还有 我刚才提到是六到十二岁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 他叫Young Brother and Sister 就是这个六到十二岁的 叫Young Young 对不对 那么十八岁到三十岁 他呢 有一些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活动 特别是十八岁到三十多岁的 未婚的青年男女 他们呢会有一个活动的场所 所以说 这个教会呢 除了这个主日礼拜之外 还有呢 各种各样的分组活动 这个分组啊 查经啊 分享啊 做见证啊 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呢 实际上使这个不同年龄 层次的这个人士呢 他们都有一个这个自我认同感 自我归属感 那么在这个同辈群体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英语叫PR group 同辈群体当中呢 大家这个互相帮助啊 互相了解这个各自的这个生活 提出一些这个改进生活方式的一些这个见解 这样的话呢 也增进了大家这个互相团结的一些氛围 所以说你就在美国看到啊 不管是他政治性选举也好 或者是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区活动 政治活动啊 团队活动也好 你很少看到这个真的面红而耻 或者说呢 用那个一些不文明不礼貌的语言呢 而来对对方进行这个攻击啊 或者说我们中国人讲的比较轻压 为什么呢 他从小生活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氛围 在这个社区里面 人人都学会了这个文明礼貌的方式 来表述自己的意见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 是一个这个文明的生活方式 我可以说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呢 带到这个社会当中 带到家庭当中 就使得人们呢 以文明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冲突 我记得这个美国第一任总统啊 也是美国这个开国之父 乔治华盛顿先生曾经提到过 这个宗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即使呢一本书也写不完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 很多来到美国的这个华人 特别是访问学者啊,学生啊 他们就有很多机会到美国的这个教会去啊 当然了到这个美国教会 美国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 形形色色 比如说有这个以美国人为主的 有华人为主的 还有这个像这个西班牙语为主的 还有呢像我们中国人 比较有特色的 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过 像那个温州教会 因为温州呢 他的这个宗教信仰比较发达 比如说这个像福州教会等等 还有的 就是这么一些基本类型 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仔细看 美国教会 与中国教会 它的这个区别 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呢 有非常典型的 比较浓厚的这个中国文化特色 比如说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 他们的用语呢 他们的穿着 大概没有像美国人 那么这个正式 就真的把这个礼拜天 当做一个礼拜上帝 当做这么一回事 比如说男子啊 穿的西装革履 女子呢就是说这个 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穿的那个裙子啊 或者说这个什么 中国人当时旗袍了 对不对 等这些东西 非常漂亮 干干净净 讲话呢也是这个 轻声轻语 非常愉悦的氛围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中华民族 它实际上传统上 我们讲 它是一个这个 讲文明 礼貌 理性的这么一个民族 只不过呢 这个自1949年 中共呢 这个 它建政以来 使得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从总体上出现了一个大的断层 这个断层呢 就使得我们中国人 传统所守持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 人以理智 这个什么国之四为 四为霸德 是不是啊 就很难再守持住了 那么 那么 与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也就无形的拉大了 传统的这个社区 当时我们中国不叫社区 对不对 传统的 你比如说这个乡绅之治 这个农村里面的这个 宗族之治 家族之治呢 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 文化成事呢 也被这个 中共 建政以来的这个 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呢 给 给巨次掉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这个中国人 这个守望相助的这种氛围 基本上没有了 比如说那个街上 能够看到 有人 身体有了贵样 或者是出了车祸 大家都在这地方 不敢向前 那个相助 有好心眼的呢 打这个 110啊 120啊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在美国 遇到过这种事情呢 大家就是 一方有难 八方来帮 这种氛围呢 已经是切切实实的形成了 我记得小时候 听老师给我们讲 中华民族 是一个这个什么 呃 呃 李怡之邦 王文明古国 那现在我想一想 这个中共 他从这个 49年 这个 所谓的 开国建政以来 有人把 叫中共建政以来 这个建 是那个建月的建 对不对 那么把中国的这个文化 他的这个筋骨给抽掉了 那么使得我们中国人呢 呃 也很难做到这个 互相帮助 互相团结 团结互助 互相友爱的 这么一个氛围了 所谓的这个 设为巴德呢 也就这个 基本上不存在了 我记得小时候 听到这个 我们老家里有 有那个 读过几年书的人 讲个什么 这个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说这个什么 是 蒋介石先生的 所提倡的 我当时还不理解 我觉得那是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 成年古董的东西 现在越来越意识的呢 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 实际上 被这个中共呢 可以说这个 连筋骨都一块给抽掉了 呃 因此我们中国人呢 就显得好像 成了一个这个什么 成了一个蛮族了 呃 那么 关于这个美国的 呃 教会 教区的生活 社区的生活 我觉得呢 这里面 可能 可以做很多节目 今天呢 我只是说 到这地方来 被这个 美国的弟兄姐妹 邀请过来呢 我们就是 呃 做一个这个 实际上社区里面的 这个烧烤 呃 做这么一个小节目 只是一个这个开头 我想以后呢 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给大家做这个更多的 这个介绍 也让大家呢 切切实实的 了解 接触一下这个 美国生活 啊 这个 非常感谢 呃 呃 大家的关注 大家看一看 这个天 呃 也快黑了 啊 我们这边呢 我看到这个烧烤 做的这个准备 也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最后还是给大家 稍微看一看 周边的这个环境 大家看一看 哦 对不起 这是镜头朝着我 周边那个环境呢 非常优美 这个 没有点到 点出这个天空 可能是逆光 呃 人们呢 在这个地方 那个自由的这个生活 大家看一看 上帝给了美国 这么一个非常自由 非常这个漂亮的地方 那么是人们呢 呃 徜徉的这个自由的生活 氛围当中 可以说这个无忧无虑 啊 真的是这个 呃 如果说 呃 美国是一个这个清教徒 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 那么我们就知道 呃 当美国总统啊 他每次 呃 就任或者是发表这个重要演说的时候呢 都会说这个什么 God bless America 就是这个上帝 保有美国 美国呢 真是一个这个 呃 受神 神拣选的国度 他把自己的国家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 新以色列 新以色列 叫山上之城 啊 呃 也就是说 是一个神拣选的国家 啊 那么这种 呃 神拣选的国家呢 他有一种那个公义 自由 呃 具此感 呃 因此呢 呃 我觉得这种有神论 呃 所塑造的人们的这个思想 呃 对我们解构中共的无神论 呃 所这个 塑造的人们的这个思想 呃 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啊 那今天呢 因为这个周边都是一些这个 呃 呃 呃 恢复中华 携手并进 光明虔诚 啊 感谢您的这个关注 感谢您的这个收看 感谢您的这个订阅 感谢您的这个传播 啊 我想呢 呃 这个好吃的呃 烧烤啊 晚餐啊 呃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